温暖嗓音缭绕音乐会场 歌手范伟奇在2020年疫情间 因口罩誓言风波后 上个月才刚低调回归歌坛 28号却传出 他的评价服饰品牌要结束营业 一点进官网就看到结束营业 为期是三天的出清特曼 全款商品下杀三折 而在脸书粉专IG除该公告外 其他贴文全被删除 范伟奇的网拍服饰 无欲谨宣布歇业 让不少粉丝超错愕 就怕之后不能退换货 好感谢高雄的朋友来支持 我一想到这么 大家都这么有礼貌又熟知识又热情 范伟奇2017年成立评价服饰品牌 主打高CP 以舒适时穿带给穿衣者美好生活感受 以推出广受好评 曾到台中高雄举办快闪电 厂厂爆满 还找来小S女儿担任模特 替品牌加持 我们居然已经两年了 两年了 Happy Birthday 然后在那边要真的好好的 感谢所有所有的朋友 范伟奇的服饰品牌 早在2021年初就被网友发现 品牌的官网一直在出清 迟迟未推出新品 没想到最后人关店收场 而范伟奇说 品牌早回归集团经营 珍惜这几年合作 未来会专注在音乐上 对比范围齐评价服饰歇业 其他女星人持续奋斗 新日穿上自家衣服宣传 明摩随堂2018年 推出自创服饰品牌 同年女星昆凌也成立自己的服饰品牌 价格都稍高一些 但亲自设计深受粉丝爱戴 至今仍有固定可群 新日新闻热宝银张 西云台北报道